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薰的實況 我是薰苦臉 要不要玩一點殺戮的天使 好 上一集我們來到了這邊是地下五樓吧 對 然後我們遇到了丹尼醫生 不過剛開始我們覺得說 這邊的氣氛好像比較沒有那麼緊張 然後這個丹尼醫生好像也不是壞人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進到這個房間以後 就覺得怪怪的 那我們繼續調查喔 這邊不能進去嘛 我們之前是調查到這裡 雖然床被整理的很整齊 但是沾上了灰塵 這邊四個窗戶都調查過了是不是 這邊有東西嗎 沒有 我們看一下 這邊應該是調查的床 那我們就去另一間房間好了 啊 這裡是單人病房了 患者的 對 是特別的呢 單人病床 好吧好像有點特別 因為 我們看一下這個 知曉自己的願望嗎 知曉自己的欲求嗎 常若那是本能的話 抵抗等如意義 要說為何 只因為就連那樣的意義 身在這裡的你都不擁有 然而實現願望也需付出代價 還請不要打破規則 規則 在這裡是有規則的 打個比方 C經營的傢伙不會追 喔 所以 扎克不會追到這裡來是不是 這就是某種既定規矩呢 那 願望指的是 你說呢 這是根據個人而有所不同的 說的也是呢 我的話 想要一雙美麗的眼睛呢 因為我一邊的眼睛很不好呢 而且我也很討厭這顏色 喔 所以你一邊的眼睛是 曾經失去過 然後裝了人工眼睛之類的 然後你的願望就是 想要擁有一個真正的眼睛嗎 瑞姐 怎麼啊 如果你那樣的眼睛屬於我的話 那可真是太美妙了呢 欸 我真的覺得有點怪怪的 啊 這麼說來 往裡面的鑰匙我有帶在身上喔 你為什麼到現在才說這麼重要的事情啊 那麼 我們差不多該過去了吧 雖然和你一起慢慢度過時間 也很開心就是了 你是不是故意的啊 圍住了忽然中 放置了被整理的很整齊的床 等一下這是不是 有一個 需要特別被觀察的病人 被關在這個地方 可能怕他突然抓狂之類的 就是那個 精神 病房裡面常常出現的那種東西 等一下我覺得這丹尼醫生怪怪的 他是不是想躲著我們的眼睛啊 他是不是覺得說 啊 我想要一個真的眼睛 可是我不知道要找誰 我們來找瑞吉爾好了 欸 不好吧 你剛剛說這裡嗎 那麼 由我來開喔 你是不是故意的啊 你是不是 想說 喔 我們一定要讓瑞吉爾去參觀一下 那兩個病房 讓他知道一點東西 所以我們故意跟他說 我沒有要死 是這樣子嗎 蛤 蓋尼醫生 因為很暗 要小心喔 很暗 等一下 先存檔 我為什麼覺得 我越往裡面走 會越恐怖的感覺啊 等一下 我們應該記錄在第三個 我們下一個開始記錄在第三個 手術室 下瑞吉爾 我有一點 害怕 怎麼會 居然說害怕 那瑞吉爾 你的眼睛 可以 欸 我覺得 我現在是很想趕快離開這個地方 有點想趕快離開你 只是我現在是跟著劇情走啊 哈哈 丹尼醫生 可以讓我好好地瞧一瞧嗎 我已經開始 感覺到 他已經不是個好東西了 說不定各位看完 可能第二集的時候 就會感覺到了 啊 瑞吉爾 真的是好美麗的眼睛啊 明明是這樣 卻露出了害怕的眼神 簡直像是一般的眼睛 我 好難 他那個臉突然嚇到我 你知道嗎 我想看你真正的美麗雙眼 要是你能從這場噩夢中醒過來的話 從你眼中映出了 宛如藍月般的美麗的寂靜 能回復過來嗎 那也瑞吉爾 我啊 想活在那雙眼的一旁啊 醫生 那麼 我也稍微在這裡調查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吧 我 我 得把重要 我 把重要的東西忘在這附近了 得去找才行 搞不好 瑞吉爾你也能找回內心的平靜喔 太奇怪了 等一下 我覺得先存檔 我們先 逗留在這個地方 反正我有存檔 這裡嗎 我們要找亮點是嗎 跟他對話好了 反正沒有存檔啊 無所謂 那麼 有沒有放在哪裡呢 那個東西對我來說可是一大巨作呢 好像是手術用的機器 好像是手術用的機器 水用頭還流得出水 放置了空瓶子的鑷子 我覺得應該不在這間 可是我覺得 瑞吉爾 嚇到我了啦 不要突然講話啦 大哥 我覺得下一個房間絕對不太妙 可是 東西一定是放在那裡啊 你要進去裡面嗎 那邊的走廊很暗要小心喔 欸我的預感果然沒有錯耶 我根本不想進去了 可是 一定要進去巨型才能繼續進行下去吧 天啊 要是在裡面 有我在找我東西 而你能幫我帶過來的話 我會很高興的 醫生 你在找什麼東西 你不記得了嗎 來 看著我 用你那雙美麗的眼睛看著我 你一定能想起來的 你一定能想起來的 給你一點提示 我的眼睛是亞歷三大變色死 亞歷三 所以我們要找那個東西嗎 好 各位看過嗎 我們準備進去了 3 2 1 這裡是什麼地方 醫生要找的東西 會在這裡嗎 這裡會不會很恐怖啊 放置了很多空瓶子 沉入液體的瓶子裡 有圓形的物體漂浮著 但是有一部分已經潰爛 液體混濁 看不出那是什麼東西 我怎麼覺得好像是放了很久的眼球啊 放置了深入保養液的瓶子 喔 放置了無數的液眼 把某個帶走 把其中的某個帶走 蛤 喔 亞歷三大的 變色死 等一下他也沒有說是什麼顏色啊 我們拿藍的好了 獲得藍色一眼 是藍色嗎 我不確定 只是我喜歡藍色 所以我就選藍色了 醫生 這個 啊哈哈 瑞姬 你要給我這個 我當然 最喜歡藍色眼睛喔 你也有著一雙藍色眼睛 但是 我不需要藍色眼睛喔 和你的雙眼相比的話 這個 不過是假貨吧 藍色眼睛 只要有你就夠了喔 好那我們先找綠的好了 好我們找到綠色眼睛 跟他對話 醫生 這個 綠色 嗯 你幫我選了這個 瑞奇爾 在你的潛意識裡 是不是有我存在呢 但是 還差了一步 用你的雙眼好好看著我 我是你的丹尼醫生喔 所以你要紅色 可是我完全沒有任何的頭緒 你為什麼要紅色的眼睛啊 大哥 你沒有給我任何的提示啊 所以接下來會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嗎 跟他對話吧 這應該就是了 瑞奇爾 真是很棒的 紅色一眼 我完全看不出為什麼你會想要紅色啊 你哪裡有提到這件事情啊 就是因為這樣 你才選了這個顏色吧 沒有我不是因為這樣 我是因為 給你的藍的跟綠的 你都跟我說是不對的 我參加紅色的給你 是不是稍微 有為我著想 呃沒有喔 不好意思沒有喔 但是 很可惜呢 是正合我意 但選錯了喔 這個就先交給我保管囉 這樣就三個都錯啦 啊 瑞奇爾 我真是不小心啊 居然把我放一眼的地方給上鎖了 而那把鑰匙 就放在我的口 你是不是把所有的鑰匙都放在你的口袋裡 然後跟我們說其實 你你把它全部弄丟了 跟我們說謊 然後其實全部都在你身上 哈哈哈哈 你真的很奇怪啊 醫生 來給你 欸 我的眼睛可以的話 想請你幫忙找來給我呢 好嗎 瑞奇爾 我很想跟他說不好 但是我知道瑞奇爾本人是不想拒絕他的 好吧 我們再去一次 你到底要讓我進去那個地方多少隻啊 大哥 是這裡嗎 容器裡沉入的像是培養液的液體 裡頭無數的眼球浮浮沉沉著 喔天啊好可怕 所以這個家伙真的是 這個醫生真的是 喜歡收藏眼睛的朋友啊 欸 就是這裡喔 這是 眼球 全部都是 藍眼 所以 所以你真的喜歡瑞奇爾的藍色眼睛喔 是這個吧 不是 那是哪個 寫著Green的櫃子裡 慎重的陳列無數的品質 嗯 放一眼的地方 是這裡嗎 喔這裡啊 被藥石鎖住的地方 是這裡 解除了抽屜的鎖 裡面收納著藝眼 這顆藝眼 瞳孔 有兩個 瑞奇爾 醫生 啊 你幫我找到了呢 那個 就是我在找的東西喔 這顆藝眼 是醫生的嗎 是啊 對了 你就算看到了那個 也還是沒有任何感覺嗎 想不起來 嗯 看來你還身在夢裡 可以把那個借我一下嗎 果然 你沒裝上那個 我就提不起勁了 為了你和我 我必須把那個裝上 被解 我其實 很想 趕快 滴開這個鬼地方 你知道嗎 不過我可能也要跟他 也要被這個醫生搞一下 才有辦法打開電梯的開關之類的 唉 好的 所以你接下來到底還要幹嘛 醫生 醫生 醫生大哥 謝謝你 瑞奇爾 我現在要裝上 稍微 在對面的房間 乖乖等我 到底 他到底是怎麼裝上眼睛的 為什麼我手續這麼繁雜 不准你逃走喔 還一直發出各種聲音 音樂開始詭異了耶 好奇怪 醫生以前不是那個樣子 我其實很早就發現他不對勁了 可愛 就這樣繼續在這裡等著 沒有關係嗎 可以控制了 那我們 應該是要 離開吧 被鎖上了 是醫生鎖起來的嗎 得到才行 有沒有什麼 能打開這裡的東西 剛才醫生待過的附近 有什麼能用的東西嗎 不對啊 我覺得所有的鑰匙都在醫生身上啊 我們現在在這邊找也是沒有用的啊 怎麼想 怎麼想 鑰匙都在醫生手上啊 怎麼可能會有 鑰匙啊 好 氣劇堆裡有什麼東西掉在地上 獲得了敲棍 用敲棍應該是可以的 雖然不是鑰匙 這現在應該對門做些什麼 王用手的話打不開 用道具 用道具 恩 敲棍 把這個 插進縫隙裡 好緊 但是 所以用 用小雷的蠻力 可以把它敲開嗎 再一下就 打開了 喔 天啊 欸 欸 瑞吉了 你想到哪裡去啊 那個 我不是說過了 不可以逃嗎 這裡 這裡 是我的樓層 所以你就是這個樓層的掌門人喔 欸 醫生 要是讓你跑到這層以外的地方 我就沒有辦法 用我的雙手 對你做些什麼了嗎 不要 醫生 明明我的願望是能一直在一旁 望著你活著的雙眼 但是 已經不行了 沒有辦法 你已經不是我理想中的 活著的藍眼了 所以啊 瑞吉了 喔天啊 這裡好恐怖喔 把那雙眼睛給我吧 丹尼 喔天啊 你連逃都不讓我逃嗎 放開我 哈那謝 不要 不要 喔 被架住了 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掙脫嗎 醫生 啊 瑞吉了 你裝上一眼之後又變成那樣 紅色的眼睛 我的天啊 天啊 你居然露出那種表情 不要 放開我 真的 變成了普通的藍色眼睛啊 我好難過啊瑞吉了 欸 你真的想不起來 為什麼你會在這種地方 又為什麼會遭到這種對待 明明只要那麼做的話 你就能取回自己了 回復到那雙美麗的藍眼 和我一起活下去吧 瑞吉了 你沒辦法了嗎 拜託你醫生 請你讓我從這裡出去 瑞吉了 就算如此 你的眼睛還是比至今我見過 任何人類的眼球還要更加的美麗啊 放開我 我想回爸爸和媽媽的身邊 瑞吉了 沒關係的 你馬上就能見到你爸爸和媽媽喔 你的爸爸和媽媽 真的在地獄等著你 天啊 喔呦 剛剛那個好像物語飄蛋之聲 就是經歷那個 指獸鬼的回憶的地方 來瑞吉了 把眼球給我 喔呦 要發生什麼事情了 瑞吉了 到底要怎樣了 到底要怎樣了 變成藍色 瑞吉了 瑞吉了 啊啊啊啊啊 果然你的眼睛還是如此的美麗無比啊 他發瘋了他發瘋了 我馬上 就來幫你解開喔 居然解開了 好了 好了走吧瑞吉了 我是多麼的幸福啊 欸 你 喔是 是 是扎克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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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什麼要用那麼的聲音啊 喂丹尼 等一下我 我要想一下 我要回想一下扎克的聲音是怎樣 喂丹尼 你幹嘛發出那麼幸福的聲音啊 我這不是 這不是讓我忍不住嗎 你給切開了嗎 我說 小丫頭啊 我追著你來後 就看到不得了的事啊 喂 你想活吧 那你現在趕快 逃給我看啊 逃跑吧 掙扎吧 懷抱的希望 然後那時就讓我來殺掉你 所以 所以只因為 所以只因為 丹尼醫生 露出了幸福的 表情 所以 扎克就出現了 就這樣 蛤 哇 眼睛又黑化了 這樣扎克應該完全不想殺了吧 你 表情還真是無趣啊 明明我都像這樣 把刀鋒對準你了 還不會覺得不想死嗎 所以絕望的表情也包括在內 不對啊 這個 這已經是怎麼樣 看透一切的表情啊 我也不知道 我可是正常的成年男子 可沒有切割人偶的興趣啊 所以你對蘿莉應該也沒有興趣了 等一下 這什麼聲音啊 這什麼聲音 出現背叛者 樓層6之人 攻擊了樓層5之人 此為違反規則之行 至此延續瑞吉爾 背叛者也是 成為了活祭品 所以扎克也成為了 大家所針對的對象嗎 大家都想殺他嗎 啊 開什麼玩笑啊 可惡 得逃了嗎 哈哈哈哈 突然你整個不知所措耶 現在這個狀況 超展開 對了 我 不能活 我不能活著 欸 剛剛Danny醫生到底是給你什麼刺激 你怎麼突然又覺得不能活著 你該不會想自殺吧 欸 大姐不要啊 愛情生命 請打1995 謝謝 所以你死掉了 醫生的眼睛 已經閉上 欸他整個 他整個絕望耶 他的表情整個變得超級絕望 喂 幹嘛啊 扎克 冷靜一點啊 可以跑可以跑 欸他把玻璃打碎了 玻璃牆被破壞了 看一下喔 等一下 我們靠近他是對的嗎 反正他應該 現在不會想殺我們吧 嘖 打不開 硬腳也不會壞 真是 這下還能怎樣 一點點 幹嘛啊你 不是死活出就在我面前 這想怎樣 蛤 那個啊 怎麼了怎麼了 我有個請求 蛤 蛤 拜託你 殺了我 欸 大姐不要啊 愛情生命啊 請打張老師或是1995啊 大姐 怎麼你吐了 你真的吐了 欸沒有必要因為這樣就吐吧 別拜託 讓人噁心的事啊 我剛剛的聲音也太誇張了吧 老子 我可沒有這種閒工夫 應付不下 你這種腦子壞掉的傢伙 要是你有錢 讓人說出那種噁心的事 就來處理一下這裡啊 是嗎 我知道 他現在變得超級冷靜 欸 欸 我覺得小雷真的被 Danny 搞到壞掉了欸 欸 丹尼醫生你要負責任 我碰出口袋 好 欸丹尼醫生你要負責任 你讓小雷壞掉了 獲得了鑰匙 欸 他動起來了 等一下 他動起來了啊 丹尼醫生動起來了啊 好可怕喔 是這裡吧 門師屋上鎖了 緊閉著 使用醫生口袋裡的這把鑰匙的話 大概可以吧 痾 持有物 ELEVATE管理室 OK 醫生不會突然追來吧 我剛剛看到他動起來了 好可怕喔 有個寫著ELEVATE開關的按鈕 是這個嗎 好啦電梯開了 我覺得等等可能會有追逐戰 因為醫生還活著 我們先用跑的好了 總之我覺得醫生隨時都有可能會追來 太可怕了 醫生是在 是在上面嗎 不用緊張 醫生沒有追來 喂 是你開啟電梯的嗎 嗯 對 是嗎 這是你啊 喂 你啊 之前說過想要我殺你 是吧 說過了 我是個笨蛋啊 自己說自己是笨蛋 所以 你來幫我一起從這裡出去 然後啊 出去外面的話 你可能就會 露出一副好表情 不是嗎 然後 我就會 我 會把你給殺了 欸 他突然換眼神了 喔終於終於 欸 你聽到有人要把你殺掉 你就突然恢復希望了 你的希望真的是 有人把你給殺掉是嗎 真的 啊 只要你有好好幫忙的話 我知道 那就趕快從這裡出去吧 喔 終於很慎重的 要幫我們介紹一下 他叫扎克 結果可是他的圈名 好像是埃伊扎克 好沒關係 反正能下去就好了 喂 可別亂做什麼蠢事啊 還有 情緒不要太高昂 我啊 只要看到一臉幸福的傢伙 就會表現得很開心的 或是表現得很開心的傢伙 就會 忍不住想殺掉 我知道了 媽 看你那雙死魚眼 應該是沒有必要擔心吧 我發現 我 我在幫 小雷說話的時候 從 從 從有一點點微弱的聲音 到完全的 死掉的聲音 就是 怎麼講 就是完全的沒有任何的生氣的聲音 轉滅太多了吧 是個很冷的地方 開始是B4 還不快走啊 好啦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也結束了我們的 第三集的實況 因為我們就錄24分鐘了 然後 就是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我玩殺戮的天使 就是很想幫各個角色配 至少配一個語調出來 但是我發現這個 並不是很簡單的事情 尤其之後 角色還會越來越多 總之我不知道 這是不是個正確的選擇 說不定 各位看官聽的耳朵很不舒服之類的 總之 我們 目前就暫是這個樣子啊 把扎克突然就變成了 我們的隊友 太神奇了 捷克 太神奇了 扎克 然後 現在小雷居然說想要 想要 扎克把他給殺掉 然後 然後 扎克還 喔喔 可是你要幫助我 我要看到你幸福的表情真的把你殺掉 就非常的夢魂奇妙 不過我們繼續玩下去 大概就會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好了 那小明星的視況就到這邊好了 Let's go next episode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按個喜歡 想繼續看下去 可以在帳篷旁邊按個訂閱 也從前開始可能會看到別人的觀眾 所以我們記得按下訂閱旁邊的鈴鐺 對我們評估什麼指示 一鍵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 評估影片下方在那邊 按鈴鐺 所以我們最大的動力喔 也別忘了粉絲旁邊按讚 順便追蹤我的IG 喔那小明星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咪 我覺得苦力怕真的是很討厭的生物 又是一隻苦力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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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還好我有劍 不苦力怕 可以見到哪裡 麻煩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